好的 谢谢回答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总结这段 一起回忆一下 今天咱学啥了 修改文章 定文修改 对不对 那么在修改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可以挑哪些问题呢 特别字 冰具 冰具 小苹果在教着自己的笔记面 那也行是你自己得到的吗 可以 形式和结构上的问题 形式和结构上的问题 顺序上的问题也有可能 对吧 还有 详略分配 是不是跑题对吧 这非常的严重 特别字的并具 结构顺序 详略安排 还有中心问题 这是最主要出现的几种情况 那么关于这样几种问题 可能出现的一个原因 咱们既然检查出来了 就先不要再深究了 重点在于我如何把它修改到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对吧 这两个都是容易的 后面这几个比较难 尤其是中心部分 如果真的跑题了的话 就准备好 重写吧 对吧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确保在中心定义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出岔子 那最好的办法 最有效的一个保险办法 就是提前列提纲 对吧 最后最后 再提醒各位小师子一下 今天课上都是给别人检查 所以我们就检查得毫无顾忌 然后带着非常严厉的一种审判标准 再给别人挑刺 但是如果这事落到咱们自己身上 这个心态要重新调整一下 我听过有一句话说 你看到的 你眼中看到的别人身上的缺点 你为什么能看到 因为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你自己身上也有 所以咱们今天能给人家看出这么多语定来 说明咱们自己平时写的过程当中 可能也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你要更加打起精神来认真检查自己的作文 不能对自己放低这个标准和要求 答应我好吗 好 OK咱们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试子变天板看一看 讲这样一首诗 写井的 看看这个作者写井有没有跑题 叫做齐安俊后池绝句 来自于唐朝的诗人 非常有名 杜牧 先看这个题目 齐安俊后池 这说明是写井的 对象 地点 就是一个池子 那么绝句就说明了这首诗的一个结构上的安排了 对吧 几句啊 四句 非常好 一起来跟诗子老师读一下这四句古诗吧 灵透浮平 这个水池子里面长得灵异 透过了浮平是另外一种浮在水面的一种水生的植物 透过了这个浮平 然后各种各样的叶子交相灰映在一起 这个绿色已经染透了整个池塘 不是说真的把它们染成绿色了 而说映照的一种关系 对不对 说明这个地方 这种植物长得是非常茂盛而茂密的 嗯 是不是池中井啊 是 没跑题哈 继续往后 夏鹰千转弄墙威 夏鹰 夏天的鸟 那这什么意思啊 有个口字边说明它在 有 对 不是在吃东西啊 是在叫 那么夏天的黄鹰 咱们平时说黄鹰一般在春天叫哈 我也觉得这挺神奇的 那么夏天黄鹰同样在婉转的歌唱 然后守在美丽的香薇花旁边 鸟也好 花也好 可能是池边的一些相关景物 有池中 有池边 整个池子的形象就完美了 对吧 好了 那光有美丽的景色还不够 还得有能够欣赏这美景的人呢 那现在师傅老师来给大家 出一道采访题目 小师傅们 你们更喜欢一个人去看一些美丽的风景 还是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去看美丽的风景 为什么 我觉得一个人看可能比较好 因为你喜欢孤单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就可能随意一点 随意一点 就是我可以就是 想看什么看什么 不用说小朋友 不能说咱们一起看看那些鸟吧 对吧 不用这样是吧 平时也没人这么看 好好好 这是小苹果的一种感想 那小柿子们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肯定我们看景的方式也不一样 柿子老师也比较喜欢 像这种景色 我就想一个人去看 因为总觉得非常美 然后可看的别人真的很多 如果一个人的话 可以更加放松自己的这个心 我想看哪儿看哪儿 我想按什么样的顺序去看 就用什么样的顺序去看 完全按照自己的一个喜好来 不用太多的去顾及别人 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 挺放松的一种观察 对吧 好了 那么我们这些局外人讨论再多也没有用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 作者到底选择是哪一种方式 来观赏眼前的景象呢 近日无人看微雨 说明样 有没有人跟我一起欣赏这美景啊 没有人就我 一人我特别愉快地看着所有的风景 贪婪地把所有美景尽收原地 那么除了刚才这些景物之外 我还能看到什么呢 在这微雨当中 鸳鸯相对于红衣 在你们中国的池塘里面 往往都会养着一些成双成对的鸟 这鸟特漂亮 叫做鸳鸯 对吧 那么我此刻看到就是 一对鸳鸯相对着共同在这微雨当中 沐浴着自己身上的羽毛 让人觉得非常的恩爱 这画面太美 我敢看 对吧 好了 那么说到这里 有关于注目 这一首奇安静 后持绝句 就跟小狮子们分析完它的相关内容了 还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而且作者观察景物的这样一种 独自观察的方式 其实也是挺特别的 也推荐小狮子们 以后到哪一些特别的景致的时候 也可以尝试着自己去看一看 也许少了周围人的一些喧嚣和打扰 你能够看到一些之前看不到的情景 能够从景色当中 得到更多的心灵上的宁静 也说不定 好了 说到这儿 咱们今天全部内容都跟小狮子们分享完了 定文修改真的很重要 希望大家之后都能够养成习惯 无论是在平时练习 还是考试过程当中 只要时间允许 都希望小狮子们能尽量去做一做 好不好 那咱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期可再见 拜拜 拜拜